欢迎收看熊老师 培女教数学 我们上一集介绍了点对秤 然后介绍了这个复制线段 我们这一集要介绍中垂线 这个都是在一开始结合推论非常重要的部分 然后因为很基本 所以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很常做 也因为很常做 所以学生通常很会做 很会做反而会错过了就是 正确的认识他的基本原理的机会 那所以一开始教的时候呢 老师就讲清楚一点 那才不会说其实学生没有完全 搞通点对称和轴对称的概念 来介绍中垂线 中垂线是一个线段 要注意线段才有中垂线 直线是无穷止境的 我们在写符号的时候 假如说这L上有AB两点的话 那在AB中间的这个被我现在上色的这一块出出的部分的长度呢 称作AB线段 那如果是整条 叫做AB纸线 它的这个上面的线段部分 左边也会有箭头 右边也会有箭头 这个箭头会往两边跑 就代表这是一整条 这条线上面有AB两点 称为AB纸线 那要AB线段才会有中垂线 一个线段呢 它如果呢 有另外一条线 它把这个线段给平分了 而且平分的时候呢 它正好垂直它 比如说像现在这里 我现在已经告诉你 L它正好垂直AB 而且L刚好把AB给平分了 也就是这一段长 这一段等于这一段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L我就称为是中垂线 所以中垂线是一条直线 它没有长度的 就是说这一整条L 无穷延伸的 它是AB线段的中垂线 那么来我们学到中垂线的 第一个道理叫做 这个一定要朝在笔记本上 中垂线上任一点 到线段两端点等距离 中垂线上任一点 到线段两端点等距离 那就像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我说的 老师要建立自己的教学风格里面 一些常用的词句 所以像这句话 我也是讲到烂了 然后每次讲 我都讲同样一句话 就是中垂线上任一点 到线段两端点等距离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说明它都可以 但是你要有一个固定的讲法 然后每次遇到中垂线 要展开推论的时候 不要直接说 所以P点 所以因为P在中垂线上 所以PA等于PB 你就多补充 多说这一句 我们之前讲过 中垂线上任一点 到线段两端点等距离 让学生对这句话 有更强的熟悉度 它以后看到中垂线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想到这件事情 我们来证明这件事 为什么说L上面任何一个点到AB都等距离呢 其实这个我们已经知道的数学是很容易推论它的 比如说我有这么一点P 那这一点P连到A连到B 因为这里是直角 所以它P点左 假如说垂直的地方叫M 垂直叫M 那这个 底下这里叫M 那这个PMA三角形 PMA是直角三角形 三角形PMB也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PA它其实是PM PA平方是PM平方加AM平方 那同时PB平方呢 那同时PB平方呢 它是这个PM平方加BM平方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M有把AB平分了 就是MA会等于MB嘛 所以呢 这个因为这两个一样 所以这两个 这个就一样 所以这个就等于这个 所以因为MA等于MB 所以PA平方等于PB平方 那因为线段常怡定是正的 所以PA就等于PB 这样就推论出来啦 所以中垂线上证一点 到线段两端一点等距离 那来说明第二件事情 线段两端 我有一个线段AB 在这张白纸上面 所有到A跟到B 到线段两端点的距离相等的点呢 都会在这个线段的中垂线上 也就是说 今天我这里有一个AB 我只要告诉你这一点 就是这一点 我告诉你这一点它到A的距离 到A的距离 就跟它到B的距离 一样 假如我这么跟你说的话 那这一点一定会在 我假如把AB的中垂线做出来的话 它一定会在这个中垂线上 这句也把它长上去 这个 到线段两端点等距离的点接在线段的中垂线上 那于是我们也来推论 你看我们这个几何推论它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没有被推论出来的事情 我们都要去推论 让学生了解这个事情 以后学生再去思考再去计算的时候也要做到这一点 就是说凡是你没有办法说它一定是的 你就不能够直接当它是 那你要在题目里面找寻线所来 来去推断的确它是这样 线段外面有1点P 我已经知道PA会等于PB了 请证明P点一定在 A跟B的垂直评分线上 也就是中垂线上面 垂直评分线就是中垂线 这是不同的名称而已 在这里将附带一集 你们看到刚刚我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我一直在把这两条描出 我自己都会很坦白的跟学生说就是 比如说有的时候画圆 有的时候要画圆 画一个圆 这个还蛮远的 假如说我今天画一个圆不太圆 假如说像这样子 就是 有点有点Y7扭8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我跟学生说没关系啊 画得不好就描粗一点 我是说真的 描粗一点 那个人的大脑会自动去 因为我已经跟你说这是圆了嘛 所以描粗一点 我们大脑就会自己把他在这个所有你涂黑的地方 自己寻找正确的那个圆出来 而且你在描的过程中可以一直去修他 所以我刚才这个PA跟PB拉起来有点不一样长 所以我就是把它描粗一点 这样看起来有没有比较等长呢 来 那这个P点在AB的中垂线上 那要如何证明呢 我们后面会教大家怎么做垂直线 不过在教大家做垂直线之前 我们就直接先画一条线说他有垂直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过P点做AB的垂直线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垂直是M 如果我今天过P做PM垂直与AB直线 我为什么要写这句呢 就是告诉让大家知道 让学生知道说 如果我今天要去描述这句话 你在描述的时候会用什么中文来写 会写过P点做PM直线 它垂直AB 垂直的垂直就刚好是M 就这个点刚好就是M 我们就说过P做PM垂直AB与M 意思就差不多这样 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 做图的内容 它写起来很文言 像我这句话也是嘛 做什么怎么样与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文言文 其实是为了省字啊 我也可以写怎么样 过P点做一条直线 它垂直AB 而且垂直AB的地方刚好就是M 但是问题是那么多的中文字谁要写啊 对不对 所以老师们都会习惯 你看解答看久也会习惯 用这样子的文言文的方式讲 但是不用教学生一定要 一定要会照做 可是一定要会想 一定要会 一定要会做这个图 但是不一定要照写这样的句子 可是他会看懂 那所以我今天做了这个M之后呢 这里是垂直 那所以一样来了 又是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嘛 所以今天呢这个 ABY的一点P一定可以做垂直线下来嘛 除非你在这个遥远的那一头 那他已经告诉你 PA等于PB了 所以今天呢这个AM呢 AM平方 根据B是定理 它会是PM平方减掉 跟正统 是AP平方减掉PM平方 然后BM平方 一样所以其实跟刚才中垂线的这个证明是类似的 它是BP平方减掉PM平方 那因为AP等于BP 这个题目自己讲的 那其实上面要画一条斜杠嘛 因为我打字的时候 我找不到那个斜杠要怎么飙上去 所以我的线段厂的那个线段都没有滑 来 不是写杠 一条横杠 那所以说呢 因为AP等于BP 所以这边又会一样 所以今天AM会等于BM 那你看我们刚才写的时候 我说AM平方等于BM平方 所以AM等于BM 我在这里我就直接写AM等于BM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你知道 我知道是从这里推来的 其实我们在写证明过程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是这个逻辑啊 就是说你今天可不可以省这个步骤 你自己想想看 你如果省下来 老师愿不愿意相信你 其实是知道为什么的 你如果觉得 凭我们的交情 不是交情 就是凭我们已经学到这里来了 或者说你看我上一题就有写了 那我这题就省了 那其实我是觉得可以省略 不是每个步骤都一定要全部写出来 包括老师在改考卷的时候一样 你如果有充分的迹象显示 这个学生是知道怎么做的 就算了 给他对 那如果你觉得莫名其妙 突然就跟我讲AM的BM 不懂为什么 我不觉得学生真的懂为什么的话 那你可以叫他来问 我都会这么觉得 你可以叫他来问 问完了之后问他说 那你可不可以说明为什么 是这样 他如果说得出来他只是懒得起 那我也觉得都OK 但是如果他讲不出来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印象中好像是 或者说因为这个是最后的证明结果 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要证这个 他最后就突然跟你说 所以AMBM 那我就觉得他不懂 那就扣他分数 所以重点就是学生有没有真的懂 有懂就算了 这个也请把它写在 刚才的这两行话底下 再来看一次 中垂线上阵一点到线到两端点等距离 到线到两端点等距离的点 接在中垂线上 然后等腰三角形底边的中垂线一定会过顶角 这都是同一件事情 那么来 我们要如何做中垂线呢 我们到这里才教做图 就是要让你很清楚的了解中垂线的概念 我们其实关键是这一点 到线段两端点等距离的点接在中垂线上 所以我现在要做什么 我这个两个点决定一条直线 我假如能够点出两个点都在中垂线上的话 拿齿一拉 接下来就中垂线了 所以我要做出两个点 这两个点他到A和到B是等距离的 那我要怎么做到等距离这件事情 那跟我们前面复制线段一样 我们靠的是这个圆心 圆周上任何一点到圆心等距离 那我如果我的圆心这个半径不变 我再画另外一个幅的话 那这个距离也会跟这个距离一样 所以做中垂线的方式 就是分别以AB为圆心 大于2分之1AB长为半径 画弧 比如说就随便一个长度 但是不能太小的意思 画弧 我这里画的一个弧在这边 我用同样一个长 在这里也画一个弧的话 画出来在这边 这样子 那于是呢 这个点X 这个点Y X到A的长度 因为我的半径没有变 就应该要会是X到B的长度 也会是A到Y的长度 也会是B到Y的长度 也就是说X这个点到AB是等距离的 自从我讲了之后 以后看到我在把线段描出 就知道我在干嘛 我在修图 所以Y点也是到A跟到B是等距离的 而且还跟上面这个距离是一样 所以这里有一个零形 这样子 那 所以呢 这个 连接XY 交AB与M点 连接XY 极为所求 这个M其实可以不用 连接XY极为所求 好吗 所以它的关键 做这个图形的关键 就是要取得两个点 这两个点都可以 X到A和到B等距离 Y到A到B等距离 连起来的这条一定就是中垂线 因为两个点决定一条直线嘛 然后到A到B等距离的点一定在中垂线上 这样有听懂吗 那做图 做法很快写在这里 分 别 以 AB 为 圆形 大于1 2分之1 长 大于1 2分之1 AB线段为半径 或者有的会写 适当长为半径的 因为就是任意 但是不能太短 有的会写第一次 画2胡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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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找到写出一次 1 2 2 連接XY直線極為所求 OK 這樣子 那這個 這就是中垂線的做法 要了解為什麼 然後要有概念 好 那麼在交了中垂線之後 我們來看這個軸對稱圖形 那你看我們介紹複製線段 然後介紹點對稱圖形 介紹中垂線 然後介紹軸對稱圖形 就是因為軸對稱圖形是跟中垂線有關的 我們在課本上會介紹什麼叫做軸對稱圖形呢 課本會說是這麼一句 他說我可以把這個圖形呢 找到一個對稱軸 那圖形的左邊就是轉過 折過來的對稱軸 對稱以對稱軸為軸 折過來的這個圖形 他們兩個是這樣對折的圖形 那這樣子就可以叫他軸對稱圖形 那可是同樣的道理啊 學生在 考試的時候 或者說學生在書上 他不可能真的一直一直在折這個 來對來看 折起來還看不到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知道他是不是軸對稱圖形 那先 所以要先來教這個 如何去製作他的對稱圖形 如何去製作他的對稱圖形 那就是這一句 所以先抄這一句起來 對稱軸就是兩個對稱點 連成線段的中垂線 也就是說今天 今天我有這個圖形 我有一個圖形 應該說這兩點好了 那我要去找到這兩個點的對稱軸 我就把它連起來 然後去做中垂線 那其實你就做中垂線的過程中 不用真的連起來 你只要怎麼樣 畫弧畫弧拉起來就好了 這樣子 這樣子的這一條就是他的對稱軸 可以嗎 那所以說 譬如說我今天有這個圖形 我要去做他的對稱軸 也是 我去找到他可能是對稱軸的這兩點 一樣也不一定要拉這一條 畫弧畫弧 交起來 這一條就會是他的對稱軸 那所以今天我假如說已經有對稱軸了 我要用這個軸來做這一個圖形的軸對稱圖形 那我要怎麼做呢 也就是說這個點 他如果在這邊有一個對稱點的話 這條線會是他們的中垂線 這個點 如果在這邊有一個對稱點的話 這條線也會是他的中垂線 那所以第一個要垂直 第二個要平分 所以其實他的做法是這樣 從這個點 那到底怎麼做我們後面的幾堂課會教 就是如何去做垂直線 我在這裡先直接說怎麼他的結果 就是說我會用這個點對這一條直線L做一條垂直線 垂直了之後再複製一倍過來 這樣子的這個P'Q'Q'就會是PQ的軸對稱的圖形 他是跟他用L當對稱軸所產生的 那像這個三角形也是 我針對他三頂點 因為像我們上一集那個勾勾一樣 他總而言之中間是直線 所以我根據頂點去找 然後找出來再再來做 所以對稱一倍 我來這對稱一倍 對稱一倍 這樣 那所以我剛才的這個Q 應該要再做更長一點 我沒有用我沒有用尺規 原諒 所以這個的軸對稱圖形就是這樣 也就是你會發現這條L是他 這兩點的對的中垂連線的中垂線 這兩點線連起來線段中垂線 也是這兩點連起來線段中垂線 他們都是 他是他們的中垂線 那這就是軸對稱圖形 所以軸對稱圖形呢 他就是你可以在該圖形上找到一個以上的對稱軸 請把這個寫在剛才中垂線軸對稱的下面 能夠讓這個圖形上的每一個點 對該軸所做的對稱點 接在圓圖形上 比如說像這個 我只要問你他是不是軸對稱圖形呢 首先你要先猜想 如果是的話哪一個會是對稱軸 把他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去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點 去做軸對稱對稱過來是不是在這裡 就是垂直然後一倍 點對稱是連到對稱點上再一倍 軸對稱是垂直過來 然後再一倍過去 這個點是不是垂直過來再一倍過去 這個點是不是垂直過來再一倍過去 誒 都是 好 所以原本的這個雙向劍頭 他就是軸對稱圖形 那所以反過來說 如果我已經知道你是軸對稱圖形的 我要找出你的對稱軸呢 就是把你可能的對稱點連起來做中垂線 這樣子 好 那麼來看這個問題 下面這裡 這個圖有沒有 有沒有對稱點 就是他是不是點對稱圖形 那有沒有對 有沒有是不是軸對稱圖形 然後有沒有對稱軸 有幾條對稱軸 所以對稱軸可能不只一條 那 來看看這個圖形是不是點對稱的 是不是點對稱是不是軸對稱 如果是的話有幾條對稱軸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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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不是點對稱圖形 是不是軸對稱圖形 那如果是的話有幾個對稱軸 好 那麼時間有限 我們繼續來看 他是不是點對稱圖形呢 如果他會是的話 那麼我今天 這個點對稱圖形的對稱點 當然在圖形中間 那麼我今天任何一點 過這個中間點 在一倍過去的 對稱點 都會在原本的圖形上面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哎 哎 有 有沒有 也有 對不對 那如果是 这里 也有 所以其实我以中间为对称点 有没有这个太极的图形转个一圈 OK 还是原本这个太极 一样是凸的向右 原本也是凸的向右 所以它是点对称图形 那它是不是轴对称图形呢 如果它有对称轴的话 比如说是签子的这一条 签子的这一条 的话 那你会发现 我这个点 这个点 过来到这里 没东西 对不对 我这个点过来到这里 没东西 对不对 我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弧 可是这边没有那个弧 所以它的对称轴不是这一条 那会是这一条吗 我这里有东西啊 这里没有这里有啊这里没有啊 也不是这一条 这一条呢 这边有这边没有 这边有这边没有 也不是 所以它没有对称轴 它是点对称的没有错 它没有对称轴 这个图形 它是不是点对称的 也是 它是不是轴对称的呢 也不是 有没有 这是对称轴吗 也不是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没有轴 轴对称轴 那这个呢 它是点对称图形吗 它也是点对称图形 对不对 对称点在中间 那它是轴对称图形吗 它是轴对称图形 我如果一刀火过来 那左边对称过来右边对称过来 有没有 都是 那要注意哦 它还不止一条对称轴 横的也是 有没有 上面是不是折下来就相当是下面 对不对 所以它有两条对称轴 然后这个图形它有一条对称轴 然后它不是点对称图形 可以吗 好 OK 那于是这是这这次的作业 谢谢 那我们就刻上这里 感觉可以 看下来